本周二 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开设了全美第一个面部识别护照清关设施 机场官员以及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一位高级官员说 该技术将乘客与数据库中的照片对比 使得乘客身份能够被快速确定 同时工作人员可以专注于安检 美阿密机场在护照检查方面做到了很多第一 首先这是第一批使用自动护照扫描出票机的机场之一 也是第一批实行手机扫描出票的机场之一 现在又是美国首个进行面部识别的机场 当乘客走到面部识别相机时 机器会查看照片库 将这个人的照片与数据库中的照片进行比较 我们的照片主要来源于护照照片 而真正的工作人员仍然要对乘客进行强制安检 以上是柳城为您播报的华尔街电视新闻 感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